三点的四目 能坏命根 修学没成功 寿命到了 你没有办法再修 继续修 说到这个地方 寿命确实有一定 能不能延长呢 我年轻的时候 独了凡思讯 我没有求长寿 但是 独了之后 真真知道 命运真有 命是自己造的 营业与满业 营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生 这叫引导 满业呢 是你投生之后 你那一世的享受 那是满业 这里头有善有恶 啊 比如说 杀神 这是多地狱 在地狱里面 每个人受的 苦啊 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个跟杀业的时候 你的起的念头 你的用心 有关系 如果你起的念头 急不善 用的手段非常残酷 狠毒 你到地狱里受的苦 就别别人痛 啊 如果虽然杀了 啊 还有一点 怜悯性 或者有一点后悔性 啊 用的不是很残酷的手段 多地狱 受的罪比较轻 这是我道 善道也一样 你道仁天 得佛宝 啊 有的人 地位很高 拥有很多财富 啊 前世修的 三中布施 修的多 财布施修的多 他有财富 啊 法部施修 无微部施修 他有 长寿 他有聪明 啊 统统是修这个音的 如果修的少 啊 那这一生 生活就很轻苦 啊 这是满意也不一样 啊 你多把它搞清楚 就明白了 那我们这一世 命不好 前世怎么样呢 前世满页修的不够 不肯才不实 啊 这一生贫穷 生活过得很辛苦 啊 能不能不呢 能 知道这个之后啊 所以张家大使叫给我 我说我没有钱不实 他问一毛 一毛 一块 一块 那可以 你就从一毛一块 不实 长存不实的心 这一点很重要 我只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只能是这么多 那是圆满的 啊 大富人家 家财一万 啊 他不是个十万二十万 那不算什么 我们没有钱的人 不实两块三块 这功德超过他 这按比例算的 啊 所以不实贫穷的人 不能修父 一样修 而且修得很踏实 用贫穷人真心修 富贵人有的时候 不实的时候 还要图 名利的 报应 报国报 啊 为名而识 啊 为利益而识 啊 这个音不准 啊 国报不大 那么道理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们在这个身上 命中没有的 不忘 啊 我们没有求寿命 寿命自然延长 啊 为什么呢 不为自己 为众生 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一种事情 只为自己 全是为了利益 众生 这受命自然延长 为什么 让你为大众 佛物啊 我为大众 佛物就是一个项目 把佛经 讲清楚 讲明白 让大家知道 这个不是你心 这是好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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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